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一行看起 文殊私利于卢氏等种种色相 未得庄严大菩萨众 记住世主前后围绕 从自住处来以佛术 幼绕如来竟无量扎 一住共聚种种供养 供养必以兵力辞退 幼儿幼绕而除王于南方 在前面 我们看到文殊私利同志 从善住楼阁出 这个里面表伐的意思 一定要明了 他与同行的菩萨 以及世主 这一段经文里面 说如是等种种色相 未得庄严大菩萨众 这一句是说的 同行的菩萨众 借住世主 就是前面一段经文 所说的二十四种 八种 这二十四种 都是六道众生的首领 称之为世主 这里面包含的数量 实在是无量无边 因为他的境界 前面讲过了 是境虚空变化界 所以这个世主数量 没有穷尽 这个里头全是表伐的意思 前后围绕 从自住处 这个自住处 就是善住楼阁 前面说过了 来到世尊的道场 就是道佛讲经的出所 见到佛 又饶如来 经无量丈 这是礼节 通常我们在经上看到 佛弟子见到佛 顶礼三拜 又饶三丈 这个是一般的礼节 此地是又饶佛来 经无量丈 这个是形容 恭敬 到了极处 这个又饶 又恭敬 又归意的意思 那么接着呢 在供养 一柱共聚 种种供养 供养完了之后 顶礼辞退 看此地 也没有请法 佛也没有说法 又饶而出 亡于南方 这一段表着什么意思 我们看看清凉大思觉 祝其 这是第三段 总心错意 就是他处罚 发心 度化众生 就是表着这个意思 这个把意思都说出来 这个意思很深 很广 度佛菩萨度化众生 它有一个基本的条件 这是经论当中常说的 自己要未能得度 你怎么能度人呢 要度众生 先要度自己 自己得度了 才有能力 就度众生 所以前面第一段 说他无助 善助就是 不度生死 不度涅槃 那叫善助 前面说了 他住的善助楼阁 那就是他自己 已经得度了 楼阁是表一如 性相一如 理事一如 不要这个意思 要一阵法界 事出事发 一如 这是自己 真的 我们学佛 什么时候 才能得到呢 今天上午 屏东有一些同修 到这来看我 有一位同修 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成佛 他叫我 教个他成佛的方法 什么时候 你到无助 你就成佛了 金刚经上所说的 应无所助 这个第一段 我们前面念的 文殊菩萨 这个三段 第一段 就是应无所助 今天我们念的这一段 就是儿生其心 生什么心 生度化众生 必须无助 才能生心 这个意思 自度 才能度他 所以 从善助出 变化这个意思 那么这一段 是金 若自立方能立他了 云出 自助出 他从他自己 度的地方 出来了 这个意思 是说自立 才能立他 自度 才能够 度他 下面呢 还有一个意思 就又 且以福古 法界所留 前面经文所讲的 第一段所讲的 是从 是从 如来 福古 法界里面 留出来的 从善助出 所以自证 云门大用 古略章儿 这一段呢 是以自证 虚音正果 大用无方 这是清梁大师 讲这一段经文的 大意 给我们 显示出来了 我们在看经文里头 还有意思 不能不略数 幼饶是比较顺从 顺从自然的法则 这个现代人所讲的 顺从自然的生态 大家好 没有违背自然生态 这就是善 佛法里面讲 随顺发性 欧老师 表这个意思 无量的 这是无边 离四多边 既然 供养灵 包括赞维 也是无量无边 有离 有四 而一切供养当中 最殊胜 是 儒教修行 供养 这是 普贤 菩萨 在末后 一章里面 教导我们 一切供养当中 罚供养罪 罚供养第一条 就是儒教修行 佛 教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依照这个 佛的教会去做 这就是真正的供养 供养完了 零礼辞退 没有向佛请教 佛也没有说法 这就是 以自正的阴门 由而饶而出 望于南方 南方也是表伐的 不是真正的南方 善才同子去参访 都在南方 难道东方西方北方 就没有善知识了 善知识都住在南方 难是表伐的 只要善知识 住的那个方向 都叫做南方 不管东西南方 他住在表伐 也叫南方 难象征光明 中国古代 中国人讲五行 印度也讲五行 南方属于火 火的像是光明的 善知识是代表的光明 代表智慧 所以只要是善知识 住的那个地方 都叫南方 是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他不是方位 他是调法 这一段的意思 讲到这就行了 我们再看第二段 下面这一段 在没讲经文之前 清梁大师 有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看这个 这个有个三句型符号 这一段 小竹 第二 二是尊哲 摄立佛像 就这一段经文以下 成彼化四 这个文殊菩萨教化正识 教化的遗世 这个姿态 神明我们看到 他教化的成就 也必须要说明 通入三会 这是往下去的 我们都能看到 三会 三会第一会 是必修会 不要回笑成 可入大国 那回笑 可以向大臣 第二呢 是构成人会 这里面 三成人都有 显示 通手 祝取年 介入十雇 这个意思都非常非常重要 第三会 善才会 纯一成鸡 一身淡苦 那么有此可知 这个三会 就将祝福 如来 教化众生 通通都包括 如同 摄迦牟尼佛 当年在世的时候 他老人家 讲经说法 最初 世线成道 在菩提树下 打坐 在定中 这二七日中 讲大方广佛 华严经 华严经是定中讲的 我们凡夫 不但听不到 见也见不到 凡夫只看到 释迦牟尼佛 在菩提树下打坐 哪里晓得 他在能讲华严经 出了定之后 这才到陆叶云 找了云先 陪他做伴的五个人 向他们说法 度这五个人 这五个人 成了比丘了 最初在陆叶云 度不比丘 射阿寒 阿寒是小臣 你看这 第一会 比丘会 小臣 回小 可以 做大 阿寒以后 这个在回小 如大了 再讲放灯 放灯是大臣 大臣 分为两个阶段 方本是大臣 前一段 波越是大臣 波越是大臣 后半期 分为两期 最后 通收 中心 通收住群 介入 十股 就讲 法华 涅槃 法华经 开权 解释 那么由此可知 他这个三案会 是把这个 这个 世尊 夜代 时教 全部 都涵盖 都包括了 善财会 就是华言会 法神 大臣 唇 一臣 这不是大臣 这样根性的人 一生就成佛了 不要登来生 所以世尊 所说一切金中 讲一个人 一生修行正果成佛的金 除了 净中 净土三经之外 就是华言间 华言间 讲的是 夜三人成佛 善财同志 五十三人成佛了 没有到第二生 可是要记住 这是发生大死 一臣 根性 那我们是什么根性的 烦恼习气 无量无边 我们能成得了吗 实实在在成不了 无论你是学产 是学教 学什么样的话门 你能犯烦恼吗 你能够把是非人我放下吗 像金刚经上所说的 如果你还有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你连六道轮回都出不去 都没希望 学佛 不过是中一点善根而已 这一点善根 不能了生死 不能出三经 所以在末法时期 老老实实说 所有一切法门 对我们来讲 都没什么效果 我们的病太重了 那个药 对我们来讲 不起作用 没药可救了 这才是世尊大慈大悲 给我们开了一副救命的药 念佛往生 这个法门能够普度一切 一张深重的众生 效果比善财会还要出身 你看善财 好不容易到五十三残 才成佛啊 费这么大的劲啊 我们念阿弥陀佛了 这个五十三残 前面五十三 五十二残都不要了 我们直接就要第五十三残 真正不可思议啊 他还要吃尽苦头五十三残 我们那个五十二都不要了 单单要第五十三 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跟善财没有两样 所以这个法门 比华爷还要出身 有几个人知道这个事 知道这个事 你要是对华爷 法华这些一尘经论 没有透彻理解的话 你怎么会知道念佛法门的殊胜 我们念佛求生净土 这一旦往生呢 比善财高明太多了 这是我们这一生呢 真的是有福 遇到这个法门 确定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 所以念佛也是 传一成绩 一生成伴 这个把三会简单介绍出来 下面又说 又前二会 摇信未久 尚不定古 前面比丘会 不成人会 都在失信这个范围之中 没有破名 没有见心 所以这个位次 静静退退 不定 尚才信中 可入真 尚才会 就是实信心满 从初信到实信 实信 性满 所以叫信宗 实信为宗就是圆满的意思 圆满就是入初诸 入初诸才叫真 真什么呢 真一真法界 入初诸就是 破一瓶 破一瓶 破一瓶无名 真一分法身 这个不但是超越了六道 也超越十法界 所以初诸 菩萨 诸一真法界 这个才叫 有真 我们念佛 真到西方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 不是是法界 所以古德说 无量寿经 即是中本华言 阿弥陀经 即是小本华言 没说错啊 我们再看底下经文 下面经文分两端 第一端说明 祖化设计 请看经文 二时尊者 舍利佛 成佛神 既有人说 斯利菩萨 这要注意 你看看 前面是童子 现在是菩萨了 这个意思差别在哪里 我前面说过了 现在不讲了 那 舍利佛真的 他是 比丘 他是小臣 一定要 接 佛力的加持 这个本书 释迦牟尼佛 为神的加持 他才能见到 菩萨的 这个形化 如果不得佛加持 他见不到 法神大俗 他怎么会见到 得佛神力加持 见到 文殊斯利菩萨 在世方 无量 无边世界 度化众生 这个状况 这前面所说的 一如是真 诸大菩萨 记住 世主 种种神通 为得自在 众会 浪言 从世多灵 安详 而出 学里佛 真能够 罗汉 罗汉 那个定功 很深 他得的那个定 叫九次低定 我们在 《楠言经》上 看到 世间的禅定 是四禅 八定 你要得四禅定 那你就生 四禅天 再往上去 四空天 这个是 这个 四空定 后期来 叫八定 这个没出六道 第九定 就出六道 轮回了 所以出六道 还在 十法界里 六道之外 有声闻 研究 菩萨 佛 每一出 十法界 文殊菩萨 在 印尊法界 所以 十法界里面 这些圣者 如果不得 祝福 为神加持 他见不到 对佛力加持 见到了 见到文殊菩萨了 实在讲 文殊菩萨 坐在 释迦牟尼佛旁边 端端坐在那里 也听释迦牟尼佛 讲经说话了 他到 十法世界 都中生了 是见不到 就如同 佛讲华严经 我们凡夫看到 释迦牟尼佛在 菩提树下 打坐入定 怎么晓得 他在开发会 发会这么庄严呢 就看不到 文殊菩萨也在那里 打坐天经 谁知道文殊菩萨 已经到十法世界 去都中生去 摄利弗 得佛加持 见到了 文殊菩萨 在定中 进去空变法界 去普渡中生去了 这是 摄利弗 见到 他看到的是 种种神通 威德自在 种会状 从十多灵 十多灵 就是七十九度 暗向而出 做事之为 无尽当于文殊菩萨 居往南望 他看到了 他就发心了 就动了个念头了 也想跟着 文殊菩萨 跟他一道去 这个小祖 是解释这一段 笑诚之志 又做八成 所以 佛出现在世纪 他的声闻 弟子当中 说再讲 那哪里是真的声闻 都是视线的 变化的 慈离将的摄利弗 佛说得很清楚 摄利弗早就成佛了 道家辞行 在那里演戏 演一个声闻的角色 其实他早就成佛了 笑诚智慧 也能够帮助菩萨 帮助菩萨 教化众生 不但笑成智慧 能帮助菩萨 教化众生 我们人天智慧 也能帮助佛 教化众生 这一段文 就是 比丘会里面 也有两段 这个一段 是说明 看到这一个 这一段四 动了念头 随着文书菩萨 去教化众生 我们看 下面这一段 摄利弗 眷属六千 比丘 前后未扰 摄利弗 也有 他的弟子 也有 他的屠众 屠众人数 也不少 有六千人 这是摄利弗的学生 与他 有缘 你看 虽然 同时在佛的 那个时代 这些人 跟摄利弗 有缘 摄利弗 教他 他很欢喜 释迦牟尼佛 教他 他不欢喜 这就是说 他跟佛的语言 不够 跟摄利弗的语言 很深 因此 佛就告诉我们 佛不度 无缘之人 你将来要想成就了 度众生 度很多众生 你一定要给众生 借缘 你要不借缘 成了佛 也度不了众生 借缘重要了 有六千比丘 前后未扰 处自诸出 这个自诸出的含义 前面说过的 但是前面那是文殊菩萨 自诸出 这个地方是 摄利弗的自诸出 摄利弗小城 从小城出去 跟着佛 跟着文殊菩萨 就是回小向大的意思 处小向大 忘义佛所 先到世尊 这个地方 道以顶礼 一行 观佛 到佛这个地方 先行礼 行礼之后 这观佛 观佛 也是致敬 展娘 也是致敬 至本世尊 世尊听徐 这个言词 文字就简略了 他就把这个意思向世尊报告 世尊同意 这什么意思呢 就他看到是 这个文殊斯利菩萨 到 世华去度化众生 这个威夷非常殊胜 动了念头 想跟他去 世尊同意了 准许他去了 因为他是比丘 是佛的学生 错误都要禀告老师 老师许可 这才行 又让三大作理辞退 往文殊斯利童子所 你们特别注意经文 什么地方称菩萨 什么地方称童子 意义又别 不一样的 这个 诸杰意思我都讲过了 就不要念了 看底下经文 辞住比丘 皆 舍利夫之所化度 出家为酒 自所同住 这一段 说明 他这别名说话 他所教导的 这些 这比丘会 教导那些人 教导 世尼佛的 这一批 比丘中 这个里面 有分四个小段 这一段 先把它说清楚 他们的身份 是出家为酒 比丘中 诸杰里面 比丘两个字 神略掉了 不比在这个地方 再麻烦了 比丘三个意思 略出来了 一如成熟 不比多讲了 那么比丘要说明的 有三点 第一个意思 第一个是 舍利夫的学生 舍利夫 在 佛弟子当中 代表 智慧第一 舍利夫的学生 就是智慧 身 所以 主要晓得 这个六千人 未必是六千人 这个 舍利夫的弟子 也未必真的是 舍利夫的弟子 只要从智慧身 就可以叫舍利夫的弟子 群是表发 字字句句都是合的 没有一个字是死的 我们读这些大成经 尤其是一尘别教 最难的地方 就是我们看经文 都把经文字字句句 看死了 所以说 实在吻下了 这个是很糟糕的了 这是古德常讲 一吻结义 三世佛愿 三世诸佛的汉冤枉 这佛不是这个意思 你们把意思错解了 所以说 意在言外 你要懂得 玄外之音 那就会到了 这就愿解如来 真实意了 那么其次说 出家为久 那是不是真的出家为久呢 可能已经出家几十年了 纵然出家几十年 你还没有明信 那就是你出家为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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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大 但是回去要想大 也不是自己 就那么突然就发心了 要善知识诱导 要善知识教诲 他觉悟了 谁的继续 是孝识二相大臣 那后一段的意思是 是 是 所同住 这个就是同居小臣 这些人 这些人 他们的境界差不多 都是小臣境界 同住法界 这个法界是十法界 十法界里面的深文法界 他们同住 他们同住在这个法界里面的深文法界 他们同住在这个法界里面的深文法界 所以这是跟摄理佛的必求 不说跟别人 摄理佛智慧第一了 容易入大臣 所以特别用他来表发 下面也列几个上手 作为代表 这个代表里面呢 特别你要观察 他们的智慧 为什么他能够微笑相大 作为害觉比丘 他觉他不迷啊 这就是智慧 还是比喻 深光 比喻他的智慧 这些人深光 那这种比丘容易微笑相大 妙得比丘 文殊司令菩萨的名号 要翻成中文 也叫妙得 也翻作妙吉祥 文殊司令是凡语的英语 这个名号当中充满了智慧 第三位 佛光比丘 有大福德 光表智慧 如佛有慧 下一位是大悲 必修 他有大慈悲心 大慈悲心 也从智慧里面生 为什么呢 没有智慧 他虽然有悲心 那个悲不能叫大 慈悲要清净平等 才称之为大 也就是说 坐相就不叫大 立相才叫大 没智慧 你怎么会立相 定下有一位 电得必修 电也是标的智慧 金刚经末后的比喻 如露也如电 电标不住的意思 电标光明的意思 虽然光明 但是他不住光明 这是高度的智慧 静心必修 静世清净 无量寿经上 清净平等觉 这个是一二三三个一 一个得到三个都去除 静里面 当然有求 下面是天得必修 天就是表辉 天人的智慧 比我们要殊胜的太多了 实惠必修 这个名字就更明显了 真是智慧 凡圣必修 凡是清净 圣是殊胜 清净殊胜 当然居足智慧 末后一位 集会 必修 所以这些名字 看看这些名字 你就晓得 这些人 当然可以回想 向大 这是代表六千人 下面经文 一如是等六千人 居 六千 也有意思 也不是随便说的 我们看 这个注解 一如是等六千人 居的借数 总结有多少人数 二页六者 千知六幸 可不退股 你看 他表六幸 等字六根 清净禁锢 六表六根 这六啊 为什么用千呢 千表无尽 该谷海谷 音中有谷 谷中有音 应该谷海 谷彻音源 音谷波 你看 字字 都有很深的意思 所以 前面 告诉诸位 不一定有六千人 也不一定 天天跟着 舍利弗 屁股后 走的 不见得 他所说的话 里头有很深 很深的意思 六幸 偶尤大师 在要节里头 讲得好 信资 信他 信音 信古 信事 信礼 偶尤大师 讲得非常之好 我们对于这六章 意思好怀疑 各位 我们的修许 才会有成就 请看下面经文 这个底下 这是唐德 曾与过去 供养祝福 身中善根 第一段文长 我们要把它分成段落来看 这个是一段 这一段是讲过去世的善根 弥陀经上告诉我们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应远 得生必顾 凡是念 佛王僧 净土的 善根都非常深厚 无量 借来 极致的善根 在这个时候 善根 福德应远 成熟了 所以你才肯信 这个法本 你才肯愿 往生 才肯念佛 不是偶然的 我们在这个道场上 讲这样殊胜的经典 你看 各地的那一家 他怎么不来听 大楼 楼上楼下 都不来听 为什么不来呢 过去世 没有供养 祝福 身中善根 他怎么会来 别说我在这里讲 不来 阿弥陀佛来讲 他也不会来 所以你肯发心来听 不简单 他们这些人 过去 供养 祝福 神中善根 我们今天在这一会儿 也不例外 也是过去 供养 祝福 神中善根 咱们才能够 在这里聚会一起 下面 有实险 有实险 实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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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比丘 他们的 智慧 我们一句一句一句的来看 与圣圣法 喜能 勿结 圣圣法 就是 执 本经 华言 是圣圣法 静中的经典 也是圣圣法 无量寿经 弥陶经 观无量寿经 都是圣圣法 何一说 这些法门是圣圣法呢 这些法门叫我们一生 超越圣法界 如果这个法门 在一生当中 教你修行 可以证到 俄罗汉国 可以证到 菩萨国位 可以证到 藏教的佛 通教的佛 你还没出圣圣法界 那个就不叫圣圣法 圣圣法 这个标准 是要超越圣圣法界 正得一圣法界 这个法叫圣圣法 你对这个圣圣法 一解除 你就明了 明了虽然 有起源圣不一样 起源地明了 你就肯发愿 就能念佛往生 那也是圣圣法 甚至于 你说这个 静宗经论 我都没有念过 也没听过 听也听不懂 可是听到阿弥陀佛 名号就生欢喜心 就没心 就真念了 法愿往生 那也往生了 那也是于圣圣法 心能无解 还是这个标准 第一句是 物理神圣 那个物理的样子 不一样 我们要能聊 第二句是 这一句话跟金刚经上所说的 信心清静自身实相是一个意思 是同样的境界 所以信要深信 深信丝毫怀疑都没有 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方案 不能说没有善根 不能说没有福德 为什么我们对这个法门 真实的利益还得不到呢 我们信是信了 信的深度不够 深度不够怎么办呢 你遇到善友 给你讲解这部经典 或者是你不断读诵这部经典 就是把你这个情信变成神仙 道理在此地 所以你要遇到真正的善友 若不是真正的善友 好 教你多大成心 大藏经那么多 从头到尾慢慢地念 念了几十年 把大藏经念完了 那还是不相信 为什么呢 那不是培养深信的办法 培养深信的办法 用什么方法呢 你不信 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啊 一门才深入啊 多门是寝入啊 不能深入啊 多门修学 那你是对定佛修常识 如果你想在这个世界上 去拿个佛修过世学位 那你要多读 那广修多门呢 你可以拿个佛修过世 佛修过世 还照样搞六大轮回 不取作用 那一定要深入 深入记住啊 一门才能深入 就是以读经为例子 就是你做无量寿经 你每一天都识别 你要念上圣明 你就深了 不需要人给你讲解 自自然就深了 为什么会深呢 因为你得定了 我们为什么能深入呢 心是散乱的 散乱心 怎么能深入 你深年念一样东西 心定了 定了就开智慧 所以你才能去入 最极情境 这个情境 情境心 最极情境是真心的 真如本性 就是禅宗里的说的 明心切心 非常非常重要 要懂得 一门的功德利益 第三句 智慎宽博 等佛经济 智 在佛法里面常讲的 法愿 智跟愿是一个意思 事法里头 人要立志 人要不立志 一生没有奴隶的方向 你很难成就 人要有智 学佛要有愿 所以智跟愿常常连在一起 私底讲的智就是愿 智行就是愿行 有愿有行 愿行 度宽度波 宽波是广大的意思 像佛一样 尤其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智行 是等虚空变法界 我们看四十八月 愿愿都是度法界 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我们要有佛 一样的智 一样的行 等佛精进 向佛看起 第四句 与佛教法能真修行 这一句就是 依教修行 佛在经上叫我们做 我们要照做 佛在经上 不许可我们做的 我们决定不能做 所有一切经 佛都是这样教导我们 特别是 过去讲的 弥勒菩萨所问经 也叫 法齐菩萨殊胜之要经 这个经 我们在短短时间里面 讲过三遍 第一遍 在加州讲的 第二遍 在此地讲的 第三遍 在新加坡讲的 非常重要 这个经 我们展开来 读一读 就发现自己 一身的毛病 这些毛病 如果不能把它改掉 就是修行的障碍 就是念佛往生的障碍 念佛人很多 往生的人不多 原因在这些毛病 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改掉 至于自己要问问 我这一生呢 要不要往生 是不是决定要往生 如果决定要求往生 在里面的毛病 就统统把它改掉 有些人说 这个改毛病 很难很难 实在讲这个不难 天下难事 求人难 这个事情 求自己 有什么好难的 克服自己的脾气 就不难 克服习习的方法 世出世间的圣人 都有许许多多的教导 只要我们细心去体会 所以一定要克服自己的习习 第五句 是我们了知 诸法本性 这就是在 一切四项当中 透彻明了 它的理体 理体就是本性 就是法心 法心 是空极的 《般若经》上讲的最多 不法语言生 因言所生 因言所生 用现代化来讲 就是十十多条件 当中所发生 这十多条件里头 缺个几条 就不可能发生 华言讲 是无量因缘 既然是 既然是 更多条件 所发生的 那它就 没有自体 所以说 当体借空 了不可得 这个事实 现代科学家 都发生 近代的科学 像两个极端发展 一个是太空物理 像大的方面 无限大 去发展 另外一个像极小的 量子力学 像最小的 对它去研究 去发展 这个跟佛华的观点 非常接近 尤其量子力学 里都是发现的 现在科学家讲 没有物质的存在 说有物质 是假的 错误的 没有物质 那么物质 现象是什么呢 波动的现象 那跟经上讲的 梦幻泡影 就非常接近 它存在的时间 如露一如地 唱纳不住 这个你才了知 一切发的本性 一切发的真相 了解之后 有什么好处呢 不再执着了 终地放下了 放下你的心就清净了 放下就得大自在了 再没有烦恼了 再没有忧虑了 再没有牵挂了 为什么品离 以前忧虑牵挂 烦恼都是空的 那一样是事实 那一样是真的 真的明得 一切发了不可得 相有体无 这个性就是体 本性就是本体 不但这个相有体无 我们能够思维想想 这个心也是相有体无 金刚经上讲 三心不可得 这个意思后期来 就是能所居不可得 这才是四世真相 这些菩萨他们通达 能大扰已成熟众生 所以他自己得动 生起这个大悲心 才能够帮助别人 禅恕众生 帮助众生 引入这个境界 到这个地方 这是一段 这个里面所说的 全是自己 自己本句的 的心 那后这一句 这是利他的 常要勤修 祝福功德 这是自己 在前面这个智慧 对能的基础上 再求进 再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 要是欢喜 欢喜 勤求 祝福功德 他并没有指在这个地方 继继续不断地努力前进 后头 这一句总结 借是文书私利同志之所教化 这个筑节末后说 文书文书 非生子分 故说探得 借若大臣 不同五本义 喊本籍 烦心笑尘 不知不够 清凉 这几句话的解释 解释得非常之好 你看这个 诗句里面 这个诗句里面 所说的 真的 是文书 福啥才能当啊 那摄利福当不起啊 虽然是文书菩萨才能承担 但是这个话明明赞叹比丘的 这些心事 他们过去供养祝福 身中身根 那么由此可止 这些人 跟文书福啥 实在讲 没两样啊 这些人是谁呢 就是我们在座的主言 我们过去 曾经供养祝福 身中身根 跟文书福啥 没两样 现在为什么不一样 一时迷了 一时糊涂了 现在都叠醒了 恍然大悟了 句句说的是自己啊 不说别人啊 说别人与自己不相干 那不叫废话吗 句句都是说的自己 希望我们听了之后 一下能够醒悟过来 原来我们也行啊 这样对于念佛往生啊 你信不信就去做 你要说不行 通常不是我自己 不是你自己 你怎么会遇到这一会 不是你自己 你怎么今天读到这一段文 你今天既然读到这一段文 听到这一段话 那说明 你就有份 你要么有份 你或者今天有别的事情 今天晚上你就不能来听 今天晚上你就不能来听 希望大家细细从这个地方想 你才晓得我们过去身中 根祝福福菩萨 那个语言有多深 下面一段 这是第二段 说明画主是一 这里头 这里头 这里头也有两段 第一段说身一世 你看到他的相状 看到他的遗态 就不离了 另其根属 起药 欲心 爱好 希望的心 所以 佛菩萨教化众生 身与业 三业都摄受众生 这个地方 就是用生 这个意思 大家要 听得不太懂的话 我们讲白一点 这个身仪是什么 招牌 大家好懂 我们学佛的人 这个样子 这个是个招牌 你们看这个招牌 是怎样的 所以学佛的人 龙光幻法 身体健康 没有毛病 每一天 发喜 充满 这就是你 让别人一看 就羡慕 你怎么过得这么快乐 我念阿弥陀佛 我就快乐了 那他就跟我念阿弥陀佛了 如果我们这个招牌不好 每一天 每天垂头伤气 苦不开眼 人家一看 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不能念 像他这个样子 这叫神意 文书 文书富杀 这事就太好了 让人一看就羡慕 那我这个说法 你就好懂 所以徐佛就是要给一切众生做好榜样 做好样子 让他一看了 他心里就羡慕 他就要向你请教 要向你学习 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 另其根书奇妖于心 就这个意思 所以佛法了 是私道 私道是很尊贵的 志文来学慰文王教 你不教他 不不动去拉他 他怎么来学佛 我们做出样子 让他自己看了 感动 自己路门来 所以这个招牌 就是照声广告啊 你看这个多重要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 都要有个好样子 给人家做榜样 我们道场 给所有道场做个好样子 一位学佛同修家庭 是一切家庭的好榜样 这都包括在深一一世纪里头 很重要很重要 我们看底下经文 二十一世纪里头 是一路而行 关注比丘 告绝海业 第一群人 摄影响 是他们的老师 是领导他们的 也是摄理佛帮助他们 指导他们 摄理佛 带着这六千人 六千人当中 有智慧高的 有智慧平平的 高的人呢 那是见色纹身之觉 增下根心的 必须要开导 开导 开导就是一眼教 所以他就告诉海丘 海丘是这个六千比丘众里面的上手 这个一大段经文里面 有四个小段 这前证有四 第一个是圣经 是指示 境界的殊胜 这个里头也有三端 第一端是告诉他 我们刚才所念的 下面这段文 就叫他观察 请看经文 这段经文是 镇教观察 无可观察 文书私利 倾尽向好 光阴之身 够天皆人 莫能此意 经文一共有诗句 这是第一句 这个诗句 就是说明 文书菩萨十种书身 我们有没有见到 我们没见到文书菩萨本人 在寺院里见到文书菩萨树像 见到文书菩萨 你有没有看到这十种书身 有没有看到啊 那是你太粗心 太大意了 念了这一段经文 你以后 你以后再要看到文书菩萨像 你以后再要看到文书菩萨像 听到文书菩萨名 你就要想到这十种书身 如果能把这十种书身 变成我自己的书身 你就真正得利益了 这个菩萨十种书身 与我们自己不相干了 那你没得到利益 你知道也是枉然 知道是别人的 不是自己的 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 你看他的亲近相好 庄严之身 先看他的身相 够天接人 莫能思议 比不上 他的身相那么样好 好怎么来的 向好是因 向好怎么来的 经文上有文 亲近 亲近是因 向好庄严是果报 你要想你的身相 这个向好 经上讲的 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啊 光严这个身相啊 都是从清净心来的 清净心来的 你的心形不清净 你的身相怎么会好呢 这一句里头 你交给我们就多了 我们一生都受拥不尽 所以我们在讲习当中 常常劝导诸位同修啊 学佛的人 招牌要好啊 这影响太大太大了 你看现在 一般社会 为什么对这个佛教 没有好印象 提到佛教 一直摇头 都说这个迷信 他都没有看在眼里 明天在哪里 招牌不好啊 本来是个好招牌 被你糟蹋掉了 你还说你修行有功德 这不晓得功德在哪里 真的把释迦摩尼佛金字招牌 毁坏掉了 糟蹋掉了 这学佛的人一生的罪过 所以你学佛 至少你的这个身相 也像佛菩萨一样啊 男众要像观 这个这个这个 文殊福建 女众也可以跟观音比比啊 这是真的 清静的心情 就得像好庄严之神 这是你看 看着身相 第二句 如可观察 文殊私利 明光阴彻 普照设法 生命众生 生欢喜喜 这一句 要是其他言之 就是菩萨的光彩啊 我们今天讲的 父母 容光焕发 众生一看到他 就生欢喜喜 这是摄受众生的 有力的手段 你如果这个像不好 众生一看到你 就讨厌你 掉头而去 你还能帮助人吗 你还能度众生吗 要真干啊 真正的音 就在第一句 第一句这个清静 是种种的音的 观下面诗句 都在清静心 清静心 心心清静 这个 这个这个 殊胜的 走向 德行 无量无便 第三句 如可观察 人数私利 放光明瓦 为我装营 除灭众生 无量苦恼 这一句是讲 菩萨放光 前面一句 是讲的 常光平常 这一句是讲的 放光 光 光 怎么放放 是不是一闪一闪 放出去 如果这个一闪一闪 把你都吓跑掉了 谁还敢接近呢 这个放光 这个放光啊 有意 帮助别人 见到众生 众生生欢喜心 菩萨了 有意帮助他 都一定要说话 种种表态 能定人 不必用言语 我们现在讲 暗示 你做一个动作 暗示 他懂得了 他体会到了 这些都是属于方光 暗示的方法 太多太多了 身体的动作 手足的动作 面部的表情 都放光啊 都能给一切众生 那个聪明 伶俐的 这个根性 利的人 你一小小的暗示 他就明白了 不需要说话了 这叫放光的殊胜 正身 欲尽 就能体会到 菩萨的意思 就能灭出 无量苦恼 这个经文 细细去捉摸 其为无穷啊 第四句 如可观察 文殊私利 众会为德 皆是菩萨往昔 善根之所摄受 这是说 这一句 只叫你观察 文殊菩萨 左右的这些大众 他出来不是一个人 有一大群人 跟着他 前面叫你 观察文殊菩萨 他本人 现在叫你看 跟随文殊菩萨 这些大众 你去看看这些大众 这些大众 不是普通人 过过都是有智慧 有证能的人 都是特殊的人物 不是普通人 这些人 这些人 为什么跟他在一起 当然 与菩萨的 远很深 没有远 怎么会在一起 远聚的时候 他自然就喝了 如果远散的时候 那相聚也就不出了 远远殊胜 这个里面 又可以看到 因与过 因中就是 与那些众生 广结善语 国报里面 陈就 这个会众的书生 人会大众的人物 人才济济 这是菩萨 往昔善本之所学受 第五句 如可观察 文殊斯理所行之路 左右八步 清净平坦 重宝壮严 这一句 不要看完注节 就晓得了 这个注节 注得很清楚 在这个小注的第二行 叫第五 这是第五句 行路圣 左右拔步 这个拔是表 拔正道 并不是真的拔步 文殊斯理所 走路族当中 这边也是拔步 那边也是拔步 说 表这个意思 表他走的是中道 他的心 正大光明 行为 正大光明 决定没有拔 没有邪 取这个意思 所以 为八步平坦 逆顺不利 顾月左右 又随顺不正道者 则不分别 是邪正 如果我们心里起心动力 那就心不正 但是又不是 这个是非邪正 不知道 那是非邪正 不知道 那你就变成白痴了 那菩萨怎么可能是白痴 样样清楚 样样明了 样样不分别 不执着 这就叫中道 这是菩萨行 也就是菩萨对人 对事 对物的心态 我这个讲话 你们就明白了 菩萨是这样的心态 样样清楚 心里头干干净净 没有分别 这个 清净平坦 清净心 平等心 清净平等 里面就生 无量智慧 无量德能 这就是众报状义 众报状义说这种事情 今天时间到了 只讲了五句 这个文很有味道 你现在说了 我对这个文化 我对这个文化 不可能是 我对这个文化